这闲员会的大赛终于是开始了 首先上场的就是彭耀龙 喜悦派中是一片为其叫好之声 唐杰则只是与许妙然坐在一起说话 此时的许妙然以喜去乔庄 恢复了原本的容颜 唐杰抓着许妙然的手 似是怕他跑了班道 快说 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见我 许妙然哼了一声 你以为我不想早点过来看住你这色魔呀 谁知道一到红梅岭 就被蓝师兄他们抓住陪练 直到现在才放我走 唐杰深感不满 我 我这怎么就成色魔了我 你就是色魔 明明有了 还跑过来娶什么小公主 许妙然瞪着他道 唐杰却被他那段剧所吸引 掏了掏耳朵问 哎哎哎你刚才说我明明有了谁啊 我没听清楚 许妙然大羞给了他一脚再不说话 唐杰却是仰天哈哈笑的一声 心中亦是兴奋不已 这两个人虽然是长期书信往来 但言语间一直克制 虽然彼此都喜欢对方 却又谁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于许妙然而言 他不是不敢 而是自己还不确定自己的感情 天涯海阁越是讲究真情真性 就越不能不了解自己的情感 于唐杰而言 则是恰恰相反 他很确定 自己喜欢许妙然 或许是因为出生年代的关系 这里的女性 大多数在他看来都是过于死板克制了些 偶有那么不死板的 也往往是心思诡异 如许妙然这样率真而不放浪 聪慧而不狡诈 娇瞒而知分寸的 却是不多 但是他与天神功为敌 未来生死难料 自己又只是个小小的仆学 想在一起的阻力必大 因此短时间内不做思想 直到今天 新计划下 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才有心情与许妙然调笑 那层窗户纸在这仙缘会上 也是渐渐的有了捅破的心思 这俩人在台下亲亲我我 台上却已是一番龙争虎斗 投天比赛 喜悦派的对手是天涯海阁 作为第一个出场的彭耀龙 不愧是喜悦派的大师兄 上场仅是片刻 就轻松击败了天涯海阁的学子 喜悦派 齐开得胜 欢呼雷动 不过接下来的战斗 情况就显得不那么容易了 能够参加比赛的学子 都是六大派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 这个个那都是有几把刷子的 其中大部分的学子已入托凡 但是不管境界如何 这实战经验都是极丰富的 喜悦派第二个出场比赛的 成风山对天涯海阁的马天国 成风山是与彭耀龙同期的学子 也是托凡进百练期 虽然比不上彭耀龙 但在同年内 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优秀学子 六大派选人 本就是从高年龄线 往低年龄线选 只有在实力相弱的情况下 才会优先低年生 因为这样容易冠以天才的名号 吸引小公主的注意 如七少明 不是说他现在五年生的实力 就可以横扫七八年生 真要从七八年生找几几个比他强的 还是能找着的 但是 再强不是太明显的情况下 七少明的低年优势和天才优势 更容易被放大 更容易吸引小公主的目光 因此 这才推荐他了 因此 成丰山 别看名气没有七少明大 但真实实力 还要在七少明 蔡君阳等人之上 就是这样一名学子 在对上马天国时 却是大战了有半个时辰 这才艰难获胜 就连唐杰都不由赞叹道 这马天国资料上看 也不过如此啊 没想到实力竟是这么强 让程师兄赢得好生艰苦 可惜啊 还不失败了 许妙然嘟了嘟嘴 哼 这也没办法 天涯海阁 本就是以女子为主的门派 这场先元会 对天涯海阁 却是有些不公平了 不然 要让我们的 蒲峰县主上去 定然 将程师兄和秋风扫落夜班 扫出上外了 他坐在喜悦派的位置上 公然对着天涯海阁的妹子 大拍马屁 引得一群人对他怒目 蔡军阳挤出俩字 无耻 蓬耀龙捏着拳头低喝 叛徒 叶天上纹丝不动 低语道 百类 魏天冲竖起大拇指 呵 佩服 他呀 是唯一佩服唐杰的 七少鸣想说什么 却没来得及 因为他是三号 该上场了 唯有许妙然 听得是花心怒放 怒嘴 轻笑 他坐在一群喜悦学子中间 就这样和唐杰高谈阔论 自然难免引来一些目光 尤其是他的身份敏感的缘故 一些眼神更是极不友好 徐妙然也不怕 只是抓着唐杰的肩膀道 喂 你是兄弟 好像很不喜欢我和你坐一起呢 这不是废话吗 你是天涯海阁的 我是喜悦派的 咱们两派正在台上打得热闹 咱俩人在台下说得热乎 他们看不惯的叫正常 看得惯才叫不正常的 哎对了 别光说我 你看看你天涯海阁那边 不也一个个恨不得用眼神杀了我吗 唐杰说着指了指另一头 许妙然回头看去 果然 天涯海阁的位置上 一群男学子正盯着唐杰看 一个个是目光喷火 恨不得吃了唐杰似的 许妙然再也克制不住 大笑起来 于是看他们的人就更多了 这喜悦派与天涯海阁的战斗 渐渐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反倒是唐杰与许妙然的交往 令不少人打敌眼镜 这或许也是许妙然的用意 借助这种方式 警告那位小公主 实相的最好放弃唐杰 我们家唐杰不是冲你来的 借助这种方式 告诉所有人 唐杰是本姑奶奶的 谁都别想想 不过 她到底是年轻了 忽略了一件事 这事物的价值 有时候就是通过争抢 体现出来的 而最重要的是 她的看重 这本身就抬高了唐杰的身价 要知道 她可是子府真君之女 其身价丝毫不比逍遥宫的小公主差 而像这种大庭广众之下 不顾男女之别 不顾门太之别 和他派学子在一起高谈阔论的事 其实还真是不多见 大概也就许妙然这种妖女 才能干得出来了 因此一时之间 竟是引得无数人纷纷侧目 不仅是喜悦派和天涯海阁在看他们 就是其他门派也在看 不仅是男学子看 女学子也看 如果说男学子的眼神中 带着忌妒 愤怒 不满 甚至是仇恨的话 那么女学子的目光 便是惊奇 欣赏 羡慕 心动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的鬼胎 能够让子府之女清新的男人 这总是值得关注一番的 唐杰和许妙然就这样成了焦点 只是这俩人却魂不在意 自顾自的低声说笑 偶尔点评一下赛场的战事 使周边入光 入雾 赛场上 七少明已是陷入苦战 他的对手是天涯海阁的铜辉 此人手持一柄无缝俱剑 随意挥动间 凌朝便如惊涛拍案般 从各个方向砸向了七少明 七少明虽然身形灵动 浮光分营斩进攻犀利 但是在这同辉大巧不公的战法面前 却是渐显吃力 几次浮光分营斩都未能将对手如何 反倒是让自己消耗了大量的灵气 后劲不足 就连速度都有些慢下来了 进退之间已经变得不再如先前般灵动 就连许妙然都说道 这下那七少明麻烦了 他的浮光分营斩虽然威力强大 可惜同师兄更善守成 你要知道同师兄可是入了托凡的 灵海队托凡 速攻不下 比拼消耗 那是必败无疑啊 哼 我倒是不这么看 唐杰的 少明好歹也是我喜悦学院的九转天才 虽然近两年他努力提升境界 但术法修炼也没割下 几年前他就能创出浮光分营斩这种杀手 现在也未必就继止于此了 你认为他还有后手 哼哼 看下去不就知道了 场上 七少明在铜灰的巨浪斩击下越来越不知 眼看着对手攻势如潮 一浪更胜一浪 七少明眼中突然闪过了一丝狠色 他陡然爆吼一声 秋水剑上爆射出一片惊人的光滑 骤然挥动 正架住铜灰的巨剑 那大剑竟再不能下落一分 同时 七少明身前前七 脚步突然一软 就像摔了个跟头般向前跌出 这一跌却正跌进铜灰的身前 左手好像要扶什么东西一般 轻飘飘的按出了一掌 这一掌看似无力 铜灰却是抱吼着飞向空中 竟是被他一掌震出台外 这一幕历时让不少人哗然 就连那高高在上的天心真人们 都有几人同时变色 更有人站起来的 沧海三迭了 唐杰也低喝的 脚盘剑低冲步 苍蓝手 原来是这样 七少明刚才用出的一挡一跌一掌 其实全都是低级的小法术 但就是在刚才的运用中 却爆发出惊人的威力 一下子将铜灰击败 造成这一切的正是七少明 将三个低级法术的联合运用 这种运用方式 却不是七少明独创的 而是许多修者都会的 利用灵气的变化与组合 以最短的时间组合运用各类术法 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最少的消耗 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如脚盘剑等 更是有了固定的组合套路 眼前这一手 就是其中较为经典的组合之一 其名沧海三蝶浪 而在喜悦派中 最擅长沧海三蝶浪这类法术的 首推李弘扬 也就是当初与萧别寒 明夜空一起阻止 失无念的那位弘扬真人 喜悦派十九天魁之一 那一刻 唐杰一下子就明白了 七家为七少明选择的老师 就是这位弘扬真人 只不过 七少明的拜师极为低调 在他驶出沧海三蝶浪之前 竟是无一人之道 他早已拜在李弘扬的门下 怪不得 他能创出浮光分影展这类杀手 说不定背后也有李弘扬的指点 这家伙藏得还真是深呢 要不是这次先缘大会 七少明只怕还不会露出来 不过 对于七少明而说 这似乎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第一场战斗 就逼得他涌出了压箱底的绝活 相比其他人 较短的修炼时间 依然是他无法逃避的弱点 尽管如此 回到位置上 大家还是拍着他的手说 干得不错 七少明只是苦笑着摇头 即便是他自己也知道 像这样下去 他的先缘之路 怕是走不到下一轮了 只是无论如何 输人不输阵 就算失败 也要打出自己的威风与名气 相比之下 天涯海阁连书三场 脸上却是有些不好看了 这份不好看 没能在擂台上发泄 就只能在台下寻找由头 一名天涯海阁的学子 出现在喜悦派的席位上 对徐妙然道 徐师姐 师兄让我来请你回去 徐妙然投的不回 蓝师兄吗 是 那你告诉他 他还管不着我 姑奶奶想坐哪就坐哪 那学子道 师兄知道你会这么说 所以我来之前就说了 如果师姐这么说 就让我告诉师姐 这不是个人的事 是六大派的事 六派相争 虽尽量不伤和气 却也各有原则立场 只此非常时期 与他派弟子坐于一处 于情于理皆有不合 还请师姐海涵 徐妙然 兴慕袁真 他不就是看不惯 我和唐妻坐一起吗 只说便是了 何必说得如此堂皇大义 那学子却是笑嘻嘻的 不说话了 虽然知道 用门派大义 对付徐妙然 还是有些用处的 眼看着徐妙然 被逼得要离开 唐妾却是突然一把 按住了徐妙然 他说道 既然是为了门派大义 那就更要让 许师妹留在这了 哦 那学子一了 唐妾道 留在这儿 才能了解敌方的虚实 留在这儿 才能探听情报 留在这儿 才能把握机会 发展自己人呢 刚才你家师姐 可是在苦劝我手下留情呢 说不得 等我上场的时候 我便自动认输 让贵派学子赢一分呢 那学子呆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反倒是许妙然 笑得前仰后合 连连点头 对急对急 我就是为了门派大义 不惜己身 舍身似虎 圈圈之心 天地可见呢 你回去告诉师兄 让他不要挽留 就给我一个 为门派笑死忠的机会吧 说着 已是扑在堂杰的怀里 大笑不止 全无小女儿 应有的扭孽之态 一些人看得 更是目瞪口呆 更有不屑的道 果然是妖女 那天涯海阁学子 再无办法 只能回去 目光追着那学子 唐杰看到 那学子回到天涯海阁区 来到一名身形修长 面如冠玉 长相颇为帅气的 蓝山青年身边 低声说了几句 下一刻 那蓝山学子 目光抖得向唐杰这边射来 先是看了一眼许妙然 随后与唐杰对上了 唐杰丝毫不示弱地 回瞪着那蓝山学子 两个人的目光 在此刻激荡出了火花 那一瞬间 唐杰突然明白了 他不是明白 这个人就是蓝玉 而是他明白了 原来蓝玉 喜欢的 也是许妙然 哎 你可从来没告诉我 原来我还有情敌呢 唐杰难难道 支着脸 趴在唐杰的大腿上 许妙然迷糊地回道 蓝师兄啊 人还不错 就是气量小了点 我不喜欢 也没什么需要说的 说着 竟是就这么 睡过去了 好